投贵完了,就踢了昨晚的英管星版附加决赛 下季的英超,20队已经定了 首先先恭喜大臣队,有大臣亲自入场去支持 果然大臣的发功,令对面脚远 竟然在修咸顿可以安然无恙度过了,成功升班了 拿到最后一个升班席位,下季升上重返英超 列斯联就不幸,列斯联就要下季继续英冠 会不会升联呢?我们看看今个夏天就知道了 所以现在下季升上英超的三支球队分别是冠军的李斯特成 然后是亚军的叶少逸致,以及昨晚赢球的修咸顿三支球队 也是同时间降到英冠的三支球队 刚刚就是今季的三支升上来 英超的星班马,努顿,班尼,和石飞联 下季大家可以继续看看大臣队又在英超 大臣又继续开Live,又开他们自己爱队的球队 当然了,大臣队可不可以熬过下季? 第一季在英超的时间,可不可以成功呼吸呢? 老实说,以人脚来说,如果是英超这样踢就很危 一对他,一对李成,一对叶少逸致都是危 所以今个夏天一定要增兵 这就一定的了 好了,下季就下季才算吧 但说到今季了 那球季结束了,有什么要说呢? 有些新闻,说一下吧 欧国盃又未开始吧? 传媒新闻,似乎暂时有很多球队都想等 等着欧国盃,等着美洲盃踢完 看看有没有策品更好 现在大家都叫做捅食 要么就是想想换税了 换税的换税就很精彩了 近期,之前开了一集的 那些豪门球队一换到乱烂了 真是很耳气,是不是? 也有些球队想着 那李永超都能炒 谁知道又帮你赢了杯 现在又先握住,现在开会 在爭論看看能不能換碎 接著還有些什麼呢? 有些球員約換的不續約就離開 續約的就續約 但最近有一宗新聞 在上個星期四天 有一宗新聞出來了 關於一些球員的discipline 韋斯涵的中場 巴西中場帕基達 正式被英格蘭捉獲叉 大家知道 如果稍微記性好 其實在今季季初 即是去年8月至9月左右 其實當時每日郵報已經揭露了出來 巴基達是疑似涉嫌這個賭球 非法賭球 究竟是否真的 那件事應該說每日郵報 即是當時每日郵報 率先在8月中後段的時間 率先報道 巴基達因為涉嫌參與賭球活動 被英格蘭捉獲召調查 當時調查階段 開始調查 當時消息指 最主要是針對之前那一季的比賽 有幾場球員覺得 有些不對路 有些在巴西那邊的博彩公司 收到一些不尋常的投注 而且那些投注 全部投注在巴基達有份上陣的比賽 所以就覺得會不會有人自己 叫做私商受受 那些叫做什麼呢? 總之就涉嫌進去吧 叫朋友 甚至叫家人 開個帳戶 去幫助自己去買球 自己去做這樣 初步消息那時候也指 巴西有一間博彩公司 有幾個新開設的 投注戶口持有人 就傳入戶口裡 是可接受的最高限額 即是去到最高限額 即是最高限額 你可以放五萬元 那就放到五萬元 甚至會作出高額的投注 而這幾名戶口持有人 全部都是來自巴基達 巴西成長的地方 也就是在里約奈奴的一個小島上 全部種種跡上去 似乎對巴基達很不利 接著到現在 巴基達一直都沒有回應 直至去到上星期四 即是球季完結了 就開始 就落差了 就正式起訴巴基達 就指他涉嫌 在四場的英超中 故意領王牌 故意領王牌 就影響博彩市場 巴基達其實已經犯了 就是這個叫做E5的條例 E5的條例 就是E5和F3的條例 違反了足總的規則 最終的聲明就說 韋斯涵球員巴基達 被指控了違反足總規則 E5和F3 這名球員被控四次違反 英格蘭足總規則E5.1 包括在2022年11月12日 對里斯特城 2023年3月12日 對阿士東維拉 2023年5月21日 對里斯聯 以及2023年8月12日 對班尼茅夫的賽事 都是有些不尋常的 亦說他直接試圖影響這些比賽的進展 行為或者在任何其他方面 或者在這些比賽中的發生 故意尋求從球證拿到一張王牌 以達到影響博彩市場的不正當目的 亦以便一個或者多個人 可以從賭博中獲利 帕基達也被指控在兩次違反 足總規則F3 因為他沒有遵守足總規則F2 在2024年6月3日之前 球員必須對這些指控作出回應 並且接受任何延長期限的請求 證明了一句說 正式落差處說你犯了哪條條例 總之就是說 你帕基達6月3日前 一定要怎樣都作出書面也好 或者正式叩一叩一叩 去到足總跟他爭論也好什麼 至少有個回應 認罪不認罪那些 好了 而帕基達自己 都在他的社交平台上 作出回應這件事的聲明 他就說對於英格蘭足總的決定 英格蘭足總決定對他提出這個指控 他就感到非常驚訝和不安 他說在這九個月裡 他配合了足總調查的每一個步驟 並且提供了自己能夠提供的所有資訊 所以他完全否認這些指控 並且把揭進全力揭進所能 為自己去洗清罪名 還自己一角清白 以證明自己清白 由於現在還在進行過程 即是涉及法論程序 審訊過程 所以他就不會再提供任何進一步的評論 好了 兩邊都已經發出了聲明 好了 剛才所說 究竟是怎樣呢 即是說那四張王牌 就是那四場球 每一場球的王牌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看看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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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22年的11月12日 當時韋思涵的主場對著李斯特成 當時去到60分鐘的時間 帕基達在中場附近的位置 因為有李斯特成的防中 蘇馬利 蘇馬爾一路推進 推過了中圈線 然後帕基達從後踢跌他 然後球證就給他一個王牌 好了 第二章王牌又怎樣呢 就是在23年的3月12日 當時韋思涵的主場對著阿士東維拉 當時韋思涵一次死球的攻勢 開出來的時間 然後維拉解圍 維拉的中場的麥堅 想推個球上前打反擊 然後帕基達在後面 踢跌他 踢跌他 我應該說踢跌他 球證就給他一個王牌 第一場球 對李斯特成拿了王牌 最終韋思涵那場球 輸0比2 而第二場球 最終的結果 韋思涵是1比1 和了維拉 而帕基達拿了這張王牌 70分鐘 下一場時間 差不多時間 好了 第三張王牌又怎樣呢 第三張王牌 就是列斯聯的Sommerfield 拿了個球 又在中場附近的位置 不算太心臟的位置 推上去 就被帕基達 又在後面這樣 叫做踢跌 球證又給了王牌 那場球 這個王牌就是65分鐘 而那場球 韋思涵是贏了3比1 去到第四場球 就是23年的8月12日 也就是今季 英超的韋思涵第一場球 第一場球 作客搬尼茅夫的時間 當時保時階段 艾利奧娜開出的路門球 又在中場線附近 帕基達跳起的時間 又舉高了一隻手 這樣的手球 球證給他一個王牌 四個王牌 四個 大家覺得有沒有可以 其實你問我 四個在那個位置上面 是毫無必要的 真的沒有必要的 如果真的說的話 其實第二個王牌 其實你也沒有說什麼的 第二個王牌 都叫合情合理 因為阻止人打反擊 是吧 而出現這個王牌 那我也覺得OK 這個似是 但是其餘幾個犯規的地方 都是中圈線對上一點 你有沒有必要究竟 真的 是什麼呢 是需要在那個位置犯規 那個手球 直接按鈎到極致 跳起 舉起手 打排球 無緣無故 跟著那兩腳 也是沒有需要的 所以老實說 帕基達 這次水洗都不清 這次就是 帕基達 這個球員 在2022年 加盟韋斯咸 加盟韋斯咸 其實帕基達 今年都是26歲 到8月才27歲 其實他天分十分之高 就是 我很記得 我很欣賞這個球員 那時候 那時候 我記得 是18年世界盃 剛好 巴西 八強輸了 比利時出局 那時候還在直播室年代 在直播室的群組裡面 很多人說 巴西人才凋零 然後我當然反駁 說怎麼會呢 那時候還沒有 有Vinni Vinni那時候 只是被和馬下了釘 都還沒過去和馬 因為還沒夠清 諾迪高 那些也是 我就說巴西 接下來的那一代 都很厲害的 雲尼素斯 接著又有諾迪高 帕基達也是一個 當時帕基達 都是只有20歲 還未夠21歲 那時候其實已經 在巴甲來說 他已經出了名 是很好球 很好球 一個10號球員 那當然你可以挨邊 給他打右邊那邊 或者是 做個苦風9號半都可以 那其實那時候 帕基達英雄 我都說帕基達這個球員 其中一個是大家值得留意的 那當然 之後去了譬如 A.C.米蘭的時間 那位置上面 不是很正確的 擺他踢的位置 你擺他踢防中 你譬如奧尼那些 有夠的 因為防中 擺他踢翼 速度又不是高 是吧 他收回來就說 你擺他純翼鋒 哪裏可以 那最後就浪費了他 那接著去了里昂 果然去到發甲 真的沒有那麼大壓力之下 可以發揮到 發揮到的場所出來 接著就在2年 被韦斯咸收夠 用了韦斯咸 5000萬磅 而這個戒指也打破了韦斯咸 球會史上 最高薪假的紀錄 就是轉會費最高的紀錄 帕基達來到 來到韦斯咸之後 表現 老實說 一開始就一般的 似乎不太適應 真的 英超和椰子 我一開始都說 帕基達是來錯了 他根本是不適應 不適合提英超 以當時來說 但是誰知道 他其實越提越好 越提越好 當然 如果令隊不是椰子 他發揮又可以更好的 在上季 也都為韦斯咸 帶來了幫忙 贏了歐協聯冠軍 他的表現 很重要 最後那個直線 就是他劏穿 他劏穿了 比查洛保雲 這樣就是 單倒四球 致城一球 重大功臣 今季 就算是韦斯咸 也有很出色的表現 很出色的表現 雖然韦斯咸 最終就 拿不到什麼獎盃 歐洲賽也拿不到 在中游位置結束這個球季 但是柏基達的表現 仍然 令到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球員真的不錯 很有實力 證明了自己的實力 所以其實 萬成也想著 適逢他今季開始 他的合約裡面的條款 8500萬磅的買斷價 就啟動了 萬成真的想著 簽他回來 因為萬成知道 其實老實說 萬成在去年夏天 已經想簽 帕基達 因為 記不記得今季季初的時間 迪邦尼踢第一場球 開羅戰 對搬尼作效搬尼那場球 踢了三十多分鐘 就傷出 接著一傷傷了 到季中一月才復出 一二月才復出 已經傷了差不多半年 那段時間 萬成是那個位 沒有人的時間想真的想簽 帕基達回來 去頂替他的位 只不過當時 因為一件事 而搞到萬成最終打退堂股 就因為他 就在每日油貨爆發的事件出來 就說他被調查 賭波的事件 所以萬成最終 免費了 免費買回來 好像東拿里那些 當時還未知東拿里那些 但是萬成就覺得 你一天搞定了 你先清白 我才搞定 好了 想著 一直都是調查當中 想著今季 今個夏天 萬成全出萬成 想著啟動 ActiveAce 那個8500萬磅 那個買斷條款 就想著簽回來 想著查這麼久 就沒事了 誰知道 誰知道 現在 在上個星期 英格蘭做一種正式落差柱 正式落差柱 好了 現在這個款 看這個款 萬成 你看看萬成 大哥 你調查 我都馬上肅沙 更何況你現在正式落差柱 當然不肯 所以柏基達 你要踢豪門的美夢 暫時又要各自 甚至已經粉碎了 粉碎了 好了 大家覺得柏基達 可能我都說 賭波 非法賭波 就像東拿利 他們那樣 就是 東拿利 東拿利 他們那樣 都罰過停賽 東拿利 和東利 就是賓福特的前鋒 射手 東利和紐卡素的中場 東拿利 分別都因為這樣 被罰停賽8個月 東拿利 東拿利 應該看那款可能被追加 好像被追加 好像被追加 好像 還有再坐幾個月 好了 想著柏基達也是這樣 是吧 就算伊芬 祖雲達斯 意大利中場 法基奧利 也是剛剛叫做 坐完 坐完 因為賭波 其實這段時間 在今年一年內 很多這些新聞出來 球員賭波 的事件發生了 好了 那大家現在覺得 帕基達都這樣賭波 就是這樣 有案例 反正都 但是未必 真的未必 不同了 因為 那 之前那幾單 你說東拿利 他沒有買關於自己的波 但是他有買 舊東加那些波 就是 東拿利 好像也有買自己 球隊那些波 但是他有沒有分上陣 我忘記了 那次就 但是 都是買那些 類似輸贏那些 法基奧利 那些也是 那些就是病態賭徒 那 但是 但是 帕基達這個 王牌 這些 其實就是為什麼 因為你是控制到 你控制到 你是控制到 你是控制到 那個 博彩開出來的結果 很簡單 你落一落腳 我就已經王牌了 輸贏你未必控制到 輸贏你也要隊友 所有事情 幫忙 那些 要第三者幫忙 但是 紅王牌 你自己一個 絕對可以做到 出來控制到 而這件事 你要按禮 絕對有 絕對有 絕對有按禮的 那麽 那麽基拉艾石就曾經 在2021年的 捉總盃第一圈 第一回合的時間 對著這個 梳士貝利 主場對梳士貝利的 一場 因為故意領王牌 而最終是被人發現到 他有份 是買球的 影響了博彩 而最終也都在2022年 被判 佛庭賽十年 佛庭賽十年 那麽會收得皮 好了 如果真是用這個 案例來講的話 帕基達被定罪 恐怕 都是會被罰 停賽十年 甚至乎有機會 罰終身停賽 因為其實你 王牌那些 已經開始是涉嫌到 真是你被人覺得 如果你是覺得 是一些 專門去拿王牌 嚴格來說 你是已經涉嫌到 打假球的階段 真的 帕基達 你真的不要太老定 亦都很諷刺 很諷刺 揭發這次事件 正正就是 韋思涵 他們的贊助 波三上的贊助 Bashway 這間公司 你可以說 其實這個風氣 究竟是否真的盛行呢 我再一次說 我不會反對 你賭球 大家 我不會反對你賭球 你看過有時候 我都會 贏 或者有什麼 下一個球 追 我沒有反對的 但是我自己 是不會主張 任何人去賭球 我經常覺得 如果一個真正喜歡足球的人 你是不會走去 真的 以賭球為樂 當然你說 小小 真的 看球 覺得很刺激 刺激一些 我覺得可以 但如果你說真的可以 躺下去賭 或者是 純粹用賭球 我現在看到很多人也是 賭球 應該好像掩蓋性 你的理性 什麼差都假 剛剛那場球 你看到我的留言都知道 我也是那句 我不丟你 你放心 但是 你又 遇到我有空 會在節目中拿出來 鞭尼斯 就是 那些你就明白了 什麼差都假的 現在說到這樣 因為賭球的風氣 Anyway 那這些 這些很難說 誰對於錯 但是 如果你開到賭的話 不是說只是輸贏 不是說只是 別下一隊入球 還是什麼 連紅、黃牌 那些去賭賭的話 都可以開盤賭賭的話 其實這件事是很真的 球員 是很容易去控制到的 如果定力不夠的球員 真的很容易去控制到的 也是很容易去阻礙到 就是左右到的博彩結果 那所以 你自己現在 你的博彩公司 自己揭發了出來 那其實 是不是你自己也有些觸從呢 就是你自己 是吧 你自己開了這個盤出來 那所以這個風氣 其實也是很有趣的 你看到 近一年 特別揭發出來的 就是球員賭球的事件 非法賭球的事件 好像很多 其實還有新尼奧路 是吧 最終沒事了 森林的托科路 武記組的最終都是類似手行為奇 那類型的 那是半佛定什麼 就是等等這些 再之前 意大利 永遠年輕的門將 前門將 寶方 都被揭發 倒了很多年 賭球 那賭球 沒有說錯的 但問題 作為球員 有你職業的守則 所以這些 最終 帕基達 是怎樣 結果怎樣 真是拭目以待 不要這麼 勞定 不要以為 最多不像東里 東拿里 八個月 十個月 甚至一年 未必 隨時十年 甚至乎更長的時間 好了 剛剛那劑八月 每天郵報一爆出來 那已經 帕基達 被巴西國家隊 逐了出隊 那現在 帕基達 入選了巴西出戰 今屆 美洲杯 的名單 現在正式落差傳 會不會被逐出隊 呢 錄影之時 暫時是未 但是 真是難保 過幾天的新聞 是會出現了巴西 宣佈帕基達 退隊都不出奇 所以 帕基達 你這次真是一身偽 真是一身偽 隨時比東拿里 真是 唉 真是 用回 今天這題 大家可能會說 咦 什麼來的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用這首歌的歌詞 Color 這個賭博啟示錄 真是說 刺激淚亂報 貪與佛 一世孝佬 就是這樣 唉 總之 祝你好運 好 今集時間來到這裏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麻煩放下一個Like 和Subscribe 這條YouTube Channel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還有YouTube 按一下小鈴鐺收通知 正常來講的新節目和Live 都會彈出來通知大家 然後就follow Patchel來源路的IG 因為乎有新節目和Live的預告 我都會在IG上出post 也會上IG story 再一次也都預告了 接下來的星期六 歐聯決賽 將會搞體波活動 在荔枝角 永康街9號 9號飯堂那裡搞 價錢328元 任飲 任食 飲就包括酒精和非酒精飲品 吃就是小食 要煮的 純粹脆屎 薯片 蝦條 真的要煮 要炸的 所以就12點半開始 晚上12點半 就開始可以進來 大家喝一下東西 吹一下水 吃一下東西都可以了 直到完場 直到完場 希望大家報名多多支持 報名方的link 就在影片下面Description那裡 因為就30人成團 希望搞得成 到時大家出席 見面 一起看看波 看看究竟 萊斯 林美標的美會 還是卓奧斯 林美 完美句號 好嗎 好 我們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